塔利班襲擊首都赫布爾一名議員 阿富汗特種部隊還擊共有13個人死亡 德國柏林發生貨車襲擊聖誕市集後 歐洲各國全力搜捕而返 日本智慧隊協助撲滅新悉縣城市大火 至少有140棟建築物受波及5個人受輕傷 非洲江比亞總統試圖推翻上個月的選舉結果 表示只有真主才能剝奪他的勝利 教宗方濟國誓言要推行改革 希望梵蒂岡更公開透明 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